今天想繼續分析有關禁制令 要禁止披露警察 及其上下三代的家族的個人資料的禁制令 我昨天說過禁制令變相引入獄警罪 今天想解釋一下禁制令不單止引入獄警罪有機會是警察會斷路親 禁制令其實分開ABC三個部份 由警務處長連同律政司司長入品 據大象解釋當然禁制令的內容 宇宙那麼闊 是律政司那邊替他草擬 我看完這個草擬的內容 我有某程度相信 草擬這個人 將那個範圍展到那麼闊 是有心靠害的 或者我們重溫一下禁制令的內容 大家不要覺得禁制令 禁制令如果 已經頒了 禁制令 直到下個月的8日 兩個星期的時間 這個禁制令如果大家觸犯的話 是有機會拿去坐牢的 是藐視法庭的 大家不要覺得 藐視就藐視 有些東西 如果你用慣了在Facebook 用慣了在Instagram 不同的社交媒體 很容易share一些東西 有機會觸犯禁制令 大家要千萬小心 不過這個禁制令起上來 也有些很搞笑的地方 我重溫一下 就是任何人 如果是非法 故意作出禁制令行為 包括以下 這些內容的話 你就是觸犯了 法律 就說 沒有相關人士的同意下 沒有相關人士的同意下 發佈傳達披露 其他屬於警務人員配偶 及家庭成員 即是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資料 個人資料 不限於包括但不限於 是可以很闊的 聖名職位住宅地址辦公室地址 學校地址電子郵件地址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即是生日都不行 電話號碼香港身份證號碼或其他任何官方身份證明文件的號碼 Facebook Instagram帳戶 ID 車牌號碼 Facebook帳戶 Instagram帳戶 ID 車牌號碼 警務人員配偶 家庭成員 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任何照片 B 這跟獄警署有關 恐嚇騷擾威脅 繁擾干擾任何警務人員配偶 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 父母子女 或者兄弟姊妹 然後C 協助造成疏 縱使促致 梳使煽動協助教唆 或授權他人 從事上述任何行為或參與上述任何行為 我說的有多荒謬 我說的有多荒謬 有一個叫謝sir的人 現在好像快要調來這個警察公共關係科 每天四點鐘 除了放兩個星期假 又說盛傳他去 美國什麼什麼 現在說著很小心 隨時會出事 放兩個星期假 現在又見到他出現 今天我跟大狀談過 你在 這個公開的場合 拍了這個記者招待會 理論上 你把這個記者招待會的內容 Live 出現 在Facebook 在YouTube 在大氣電波的Live 出現 看到他的樣子 看到他的名字 理論上 如果沒有經他同意 沒有相關人士的同意下使用 你是犯法的 那麼 那位大狀跟我說最穩定的辦法就是開這個記者會之前 你開機之前 做這個直播之前 你就找張紙叫 謝sir 或者叫 T-sir 現在喜歡用代號 T-sir 去簽個紙 授權你 同意你 做直播 讓他的樣子出來 如果上面坐了8個人你就要8張授權書 那麼多個媒體 8個媒體就864 9個媒體就972 一路數下去要簽好才好開機 理論上就真的是這樣的 理論上 如果沒有獲授權 你是犯法的 OK 理論上就是這樣 我昨天說過了學校 老師 拍攝班照 拍完之後通過 這個 這個學校的Facebook 也好Instagram也好 又或者大家的Whatsapp group 現在很多 學生 和老師之間有Whatsapp group 說我們去旅行拍了一張照 發佈給你的同學 發佈 OK 你就是披露了 學校 裡面的警察 子女 的照片 你要發佈之前 你就要 獲得警察子女的授權 然後才能夠發佈 要是發佈的時候 打了格子 看不到他們的樣子 但全世界都知道他是警察子女 如果不是 你是有機會觸犯 禁制令 好了 點名 當性 即是你要喊他的名字 陳小明 陳大明 如果這兩個是警察子女 你喊他的名字之前 亦都要獲得 他們兩個的授權 我又不知道授權人 一次過授權之後就可以了 永遠都可以了 否則 你是有機會 違反禁制令裡面 發佈他的成命 不是說笑 真的 大狀根據這個法例裡面說的 OK 這個是協助 協助 其他人又或者是 促使 又或者是 從事 這個行為 又或者 你認識一個警察的朋友 大家是Family Friend 大家一起去玩 去旅行 去公園 大家拍了不少的照片 即使沒有警察的樣子 或者有警察的樣子 在你的群組裡面發佈 玩得很開心 或者一起去旅行 行山 OK 在這個兒童遊樂場裡面 你發佈的照片在你的群組裡面發佈 或者沒有經據同意在 Facebook裡面登出 你是犯法的 你是違反禁制令 這些 我只是覺得大家不要搞笑 這樣也犯法 因為這個禁制令 這個禁制令 不是說你 發表了之後 對警察或者及其 三代的人 有惡意 有惡意 發佈這個行為 已經 構成犯法 發佈這個行為已經構成犯法 今天張達明 港大法律系 首席講師 他說 那個範圍 涵蓋得很可怕 而且沒有任何抗辯的理由 即是說 任何禁制令 譬如說 在旺角這個範圍裡面 這些地方 譬如說漸王 時間 你再去那裏集結 或者在那裏遊行示威 你就會 被控刑事藐視法庭 有機會坐牢 案已經成立了 坐完 但有一個抗辯的理由 有一個抗辯的理由 就是說 我在那裏出現 就是你那個範圍裡面 涵蓋了我的大廈的門口 於是 我作為那大廈的住客 我可以受到豁免 當警察動你的時候 拘捕你的時候 想法庭抗辯的時候 就說 我住在這裏 提供證明 所以我走過這裏 即使我到那裏看 我也是有我的 合理理由 因為在這裏鑰匙 這個就是我的租約 或者這個是我的 這個住戶證等等 這個就是所謂抗辯的理由 或者豁免的理由 但是這個禁制令 是沒有任何豁免或者合理辯解的理由 例如我拍到警察 我是媒體來的 我是YouTuber來的 我把他的樣子登上去 我作為新聞報導的一部份 我有我的合理的抗辯理由 但是這個 這個禁制令裡面 是沒有的 沒有的 所以有張迪明說嚴格來說 政府都受這個禁制令約束 因為很多高級的警察 的 辦公室的桌頭電話 以及他的姓名 以及他的官階 是登了在政府 網上的電話簿上 現在我不知道有沒有刪刪 有些人說避免資料繞 有些人刪刪了 就是說如果 這個禁制令是禁止披露 公開 警察的任何個人資料 包括他的名字 姓名也不行 這個借什麼什麼就是警察 T-sir就是警察 不可以的 電話不可以的 他的職位 寫的 也不可以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範圍之寬 已經去到一個 已經去到一個 你不能去想像之中 那個 那個地步 真的動輒得舊 你基本上 在任何情況下 都可能會 受到影響 至於那個獄警罪 變相進入獄警罪 有些人說你過濾 講一下沒有問題 例如說什麼講黑警死全家 說他用別的罪來抓你 說你是公眾場所行為不檢 擾煉秩序 阻差辦公 場地攻擊性武器 如果你大聲鼓喊的時候 你說什麼 Sir你跌了什麼東西 跌了良心 都不是 因為這條例可以拘捕你 你可以作為抗辯的理由 大狀話給我們聽 是錯的 有機會就是用藐視法庭 違反禁制法庭 拘捕你 因為裡面 說了 恐嚇 騷擾 威脅 煩擾 干擾 任何警務人員配偶 他的家庭成員包括 父母 子女和兄弟姊妹 好了 為何說了也有事 因為就是煩擾騷擾干擾 Sir你跌了良心 這個算不算煩擾 在 法律上大狀話 應該不算 我只是說話 因為煩擾要有行動 然後才干擾騷擾 威嚇和恐嚇 威脅很清楚 法律上有嚴格的定義 騷擾 煩擾和干擾 是要有行動 不只是說你覺得你很煩 要有行動 才行 不容易入罪 其實這個想法就是心存挑衡 因為 當你喊完之後警察 叫你馬上離開 很兇 心有不甘 不離開 站在 看著他 這條街是你的 我不能走 這裡戒嚴 不如你戒嚴一笨 你講了這種話 即是說 你站在這裏 跟警察說這番的說話 抗拒了警察的命令 這個是行動的一個部分 不是言論的範疇 大狀說的 大狀說的 他叫你走你不走 即是你走 離開是行動 不離開也是行動的一部分 有機會 就說你違反禁制令 違反禁制令入罪 更容易用藏有攻擊性武器 阻差辦公 拿水瓶都說人家藏有攻擊性武器 人家站在這裏 看著你做事就說人家阻差辦公 這些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入罪 但是說你違反禁制令 容易入罪很多 即是警察現在手執 很多件武器 可以當這些 純粹因為言論的原因 因為辱罵警察或者吳順超眼超超 普通的街坊都可以將他成之於憤 警察現在手握這個權力 大到無倫的一個權力 至於最後 是否警察這個權力可以運用下去 不知道 因為到8號 這個臨時禁制令結束之後 就會舉行聆訊 然後 再這個 看看會頒行一個永久的禁制令 別人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香港的法官 是這樣的 為什麼這個禁制令的內容是律政司寫的 程序就是這樣的 他就拿上去給法官 法官是有權批有權不批 又或者有權修改 據了解法官就修改了一個字眼 那個字眼就是第一句 被告為 任何非法地 及故意地作出 被禁止 被禁制行為的人 他現在寫 本來沒有故意地 只有任何非法地作出 被禁制行為的人 法官就說 好像非法地 太鬆了 我加上故意地 這個禁制令又斑了下來 大家會覺得 不是吧 法官大人 用腦子想一想都覺得 是不是 發維太廣 所有人做任何事都能撈回來 這是不是違反 法律的原則 因為那個法網 發網難圖 發網難圖 你的法網多大多小 你作為一個專業訓練的法官 一看就明白 你做所有的事都撈回來 這樣就變了 動輒得救 你這個網要適當的洞的大小 你想捉 什麼類型的人 捉哪種人 是要定出來的 這個禁制令 大家都知道寫得好不好 可能都會改的 但問題就是你看法官 會改到什麼程度 而令到 這個禁制令 是不會影響到 一般人的自由 即是 我和你朋友如果我有警察的朋友 我真的和他斷路親 你不要跟我見面 不要拍照 不要傳東西給我 我都不會share東西給人 對不起 我和你斷住了關係 在這樣的情況下 特區政府 又好像沒有什麼所謂 你以為真的會令到警察 被起底 的可能性會減到最低 對不起 他是被share 起底的東西減到最低 因為今天 其實很清楚 起底 起底 大家都會被起底 現在很多記者被起底 醫護人員被起底 他們都會擔心 是不是 在 今天只是法庭 頒了禁制令 給警察 一般的醫護人員 記者律師 那些被起底 大家又不理 又好像沒有什麼 你以為大家不害怕什麼 起底之後 可能會受到同等待遇 一視同仁 全部這些起底的東西 未經過人批准的資料都不要 發佈 要麼就這樣 要麼 加重那個說 起底之後 現在的刑罰在這裡 他受到恐嚇 資料 法例是存在的 你可以拘捕他 在原底如果刑事恐嚇又說怎樣等子女放學做出什麼行為 你可以有權拘捕他 是嚴重的刑事罪行 你就加強刑罰 在那裡執法 何必要把所有資料都禁住 令到很多人 動輒得救 而那種動輒得救的情況 是迫近是笑話 你說警察 將自己的權力無限擴大 其實最後 就真的變成一種笑話 不過是一個 令人苦笑的笑話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都行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到數 用PayMe匯豐銀行的93315439 都可以轉到數 又或者你用這個 八達通的好儀比同樣一個號碼 都行 拍照都可以 如果你想寫滑線支票給我 就寫這個名字 不過不要再寄數碼 我已經改了地址 九爲馬鞍山郵局郵箱264號 你要我的銀行或號碼都行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 兩週年 都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